老林利洛开团葛咪尼大骂Fly跟其打排位 主播蹭明星热度 太胆说了 因为狼队Fly替补及翻翻转会引起巨大节奏 直到昨天老林利洛直播回应 Fly如果赛讯状态在线 下一场便可以回归首发 并且老林保证Fly首发必须要赢信心满满 不然不会让其回归输掉比赛难堪 这一消息让Fly粉丝非常开心 但期间老林利洛还爆出 之前Fly因为与主播葛咪尼打排位 而被老林大骂 直呼娱乐主播蹭流量会影响战队 然后每一次我记得在这个比赛的时候 只要拿到火舞 还好那个时候我们拿火舞是第一个赢的 之前拿火舞都没赢的 就说所有的解说 阿璐都说了 这个火舞赢不了了呀 就火舞一掏出来 基本上等于输一半了 所以我就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火舞这个引擎拿出来就要输了 就因为火舞在场上没有赢吗 这个其实对教练伤害挺大的 我觉得一旦赢了还好 赢了你们各种主播们就说 我小手了 一个节目效果就过去了 但是很有可能影响的是主教练的饭碗 你们知道吗 这主教练饭碗可能就因为他 就说了他拿火舞避暑下课了 就是这样 很尴尬 就明人不说暗话 明人不说暗话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 大家说 说可民你国老师的这个 这个带的这个节目 明人不说暗话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也不太敢说这些大粉丝们 我确实不太敢说 因为很有力量 就是在现实社会中 粉丝量多是很有分量的 那么就是很有分量的 我不再敢说 但是今天我可能要把这个事说一下 要把这个事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 因为可能私下 也跟这个 可民你说过 所以我就 就咱们 就基本上是调明了 就是我们这边 我是说过的 就是我的队员不要去 去跟这个 去跟可民你去 对 不要去跟他们打白位 不要去跟他们乱九八八的 其实是啥呢 是有一次这个 我们的选手都在打颠峰 然后那次这个 Fly被给民你拿去 去打白位了 然后被我骂了一顿 那时候我们状态也不好 被我骂了一顿 就是没事 确实不要这样说 对吧 OK吧 可以说吧 那我就说了 那我就说了 然后被我骂了一顿 然后这个 你就解释 为什么骂呢 为什么骂呢 对吧 因为 因为Fly不好 不好拒绝 可民你的这个面子 因为毕竟是他的前教练 你去叫他玩 他不可能不玩吧 对 但是如果你去玩 另外四个人都打颠峰 你去打白位 是不是别人的感受 也不好呢 那他对我的感受 肯定不好 所以就被我骂了一顿 被我骂了一顿 我就杀了两个人 第一我把Fly给杀了 对 第二我把可民你给杀了 对 为什么把他们都杀了 第一 可民你是做主播 人家吃的就是这碗饭的 人家吃的就是各个明星选手的油量 没问题吧 他要 他这个你看各个明星选手都会跟 各民你玩的很好 因为这个就是大家觉得互惠互利 你这个我平时 有话题 有话题 玩起来了 玩起来了之后呢 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伤害 然后这个就类似于 我开始给大家讲的那个例子 我教育我的孩子 你要好好读书 然后隔壁叔叔叔说来 玩啊 来 来 开心啊 放松一点 别把自己绷那么紧 别把自己绷那么紧 OK 以下伤了两个人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能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 就很尴尬 就是我也觉得 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但我真的 我们要为我们的队员负责 我只能这么放心 对 我要为队员负责 也要为队几个 因为他们在比赛期 他们五个人是一起 他们必须好好去面 平时严格要求自己 不能有一点的放松 这是必须的 这是可以说的 没问题 没关系 也没有针对其他人 也没有针对 口音你的意思 举个例子 抛砖引砖 OK吧 举个例子 抛砖引砖 素素苦 说白了 就是素素苦 因为最近我承受的压力 太大了 本来是想 我们就是应该承受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也觉得 没必要承受的地方 就能少承受点 就少承受一点 虽然老林利落 句句实话 也为fly和战队着想 但无疑这一段话语 定会让葛大爷不舒服 不得不说 老林是教练中最真实的 不怕外界 舆论的压力太敢说 那么对此 小伙伴们觉得 老林这样表达 你们能接受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